好的 说到中秋节一定要烤肉 可是呢 大家又搞不清楚 烤肉的传统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但是呢 在三峡区的插角里 这里的李明都知道 这是插角里延续多年来的传统 在里长的发起之下 由河川巡守队的队员们来担任棕破塞 料理出各式各样丰富的烧烤菜色 邀请大家一起来过中秋节 火炉上冒出熊熊火光 烧烤的食物传出阵阵香味 三峡区插角里的中秋烤肉大会 准备要开始了 工作人员辉翰如雨在火炉旁烧烤食物 迎接今年第七年度举办的中秋节大会烤 烟火一燃起 大会烤正式开始了 插角里户籍人数约900多人 但却可以办超过1000多人的烤肉活动 插角里里长林昆囊说 中秋团圆办烤肉会是插角里行之有名的活动 驾到外地或是在外工作的领民 都会回来团聚 让这一场地方活动充满月圆人团圆的味道 每一年的中秋节就像插角大团圆的意思 我们一家四五台人做的在这里烤肉 要提供这么多人来吃烤肉 幕后的厨师阵容很庞大 在丽丁和丽丁马的带领之下 一大早就开始准备食材 然后煎煮炒闸外加烧烤通通不假手他人 他们是插角里的李明 更是河川巡守队的队员 平常时候巡守大爆锡护鱼 现在则是变身为大厨 料理出一桌汁的佳肴美味 刚开始也是由他们整个自己的创意 然后大家集合他们的自己的力量 然后自己提供的餐具 提供的他们在本来是 我们两个人是我们在餐具服务过 就教他们 然后就是用自助手的方法 所以大家吃到的只要你们高兴 要大家吃到高兴我们就很高兴 所以说我们付再多的心血 我们都没有关系 这一公都吃认真 大家都吃认真 带我们路上走 带我们走三天 在这里带我们这一公非常感谢 烤肉活动上还有陀螺大师 转动百斤的大陀螺赢得满堂彩 还加上小陀螺可以打在玩偶上 让小朋友看了直呼很开心 这一场大会考的活动 插角里的大小礼民都欢喜 明年中秋节和大家约在插角国小再相见 中家新北新闻三峡财报报报 有三峡财报报道 有三峡财报报报